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静秀丽 数千名居民一直幸福地生活在这里 这天午后 小镇上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棒球比赛 正当很多居民一同观赏时 一个男子突然拿着一把猎枪闯入了赛场 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 发觉危险降临的警长大卫立即上前 并迅速疏散了球员们撤离 而这个男子正是小镇上赫赫有名的罪汉 只见男子精神恍惚 而他手上的猎枪已经上膛 随时有开枪的风险 当所有围观者感到惶恐不安时 男子突然将猎枪对准了大卫 尽管大卫对他进行了安抚 可结果却无济于事 就在关键时刻 大卫只好对罪汉开枪射击 最终这场风波以罪汉死亡得以平息 但大卫也遭到了罪汉家人们的斥责 夜里怀着愧疚的大卫突然从法医那里得知 罪汉在闯入棒球场时根本没有饮酒 这让大卫感到十分困惑 回到家中后 他的妻子朱蒂对大卫连连安慰 朱蒂是一个怀有身孕的医生 第二天 朱蒂的好友奥黛丽来到了诊所 他并希望朱蒂能帮自己的丈夫比尔看看病 看着精神恍惚躁动不安的比尔 朱蒂立即对他进行了诊断 但结果却发现他的身体状况良好 而比尔也表示自己只是太累了 随后沉默地带着妻子儿子离开了诊所 然而意外却再次降临了 在安静的深夜 奥黛丽发现比尔竟在仓库启动了收割机 就在他感到疑惑前往查看时 突然听到了儿子在房中惊叫 奥黛丽只好立即跑回房中安抚儿子 这时发狂的比尔突然出现了 感到恐惧的两人只好躲到了阁楼 却没想到比尔突然将门紧锁 随后点燃了自己的房子 就这样奥黛丽和儿子不幸遇难 当大卫接到报案赶到时 却发现此时的比尔正在兴奋地吹着口哨 这接二连三的异常事件 让原本安静的小镇蒙上了恐怖的阴影 此时的大卫和他的副手拉塞尔 已经将比尔关押到了警局 两人也困惑着 为何小镇上会陆续出现精神病患者 这时大卫突然接到了一伙猎人的报警电话 他们称在河中发现了一架飞机和一名飞行员 当两人来到现场勘察情况时 发现飞行员已经死亡 而这也让大卫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是一架飞机失事 但新闻上竟然连报道也没有 于是大卫和拉塞尔立即前往镇上的水站 通过询问得知 小镇上的饮用水都是由那条河流供给的 大卫决定立即关闭水闸 并回到警局准备向上级通报这件事 但此时被关押在牢房中的比尔 竟然出现了严重的变异 只见他表情猙獰行为暴躁 就像电影中的丧尸 大卫开始怀疑这件事 也许都跟被污染的水源有关 就在向上级发出求助信号时 大卫惊讶地发现 小镇上的所有通讯设备都发生了异常 根本无法联系外界 这时小镇的街道上已经空空如也 这让大卫预感到了危机 这时一辆可疑的吉普车突然出现 车中的神秘人似乎正在监测小镇的异象 大卫决定立即找法医调查实检结果 但他却在法医的家中发现了一个被虐待的男子 而发狂的法医也突然出现对着大卫进行了疯狂的袭击 好在大卫最终成功反杀法医 这时拉塞尔也及时赶到 让人认为应该立即离开小镇 当大卫回到家后 他让妻子朱棣立即收拾行李去外地避难 却没想到此时的小镇已经被政府和军队封锁了 很快大卫和朱莉就被军队押送到了封锁区 此时政府的医务队正在对镇上的所有居民进行体温检测 只要发现体温异常的人就会被带走控制 而患有身孕的朱棣因为体温偏高 也被军队当作了感染者被抓走 这让大卫情绪十分激动 此时朱棣被关押在一座帐篷中 而军队似乎并不打算让他们存活 就在朱棣感到绝望时 一群被病毒感染的疯人们突然闯入了隔离区 军队面对这些发狂的攻击者 竟然节节败退 最后选择了撤离 只留下了那些被关押的隔离者 与此同时 妻子的大卫趁机离开了安全区 随后回到警局取走武器 准备前往隔离区搭救妻子 这时拉塞尔也出现了 在得知大卫的计划后 作为多年战友的他 也决定帮助大卫 而另一边 一个疯人突然闯入了帐篷中 他拿着叉子陆续屠杀着被捆绑的隔离者们 就当他准备刺向朱棣的助理医生贝卡时 朱棣连忙叫喊着进行阻止 男子发现了朱棣的叫喊 于是转过头准备攻击朱棣 就在危机时刻 大卫突然赶来并射杀了男子 成功救下了朱棣和贝卡 随后他和拉塞尔商议者逃跑路线 最后决定先回家中乘车离开小镇 正当几人行进在遍地狼藉的小镇中时 突然发现 有一伙人正在疯狂地袭击逃难着 几人在成功躲避后 意外地遇到了贝卡的男友斯蒂芬 这时附近突然传来了声响 大卫带着几人躲进了仓库 从窗外大家惊讶地发现 此时的军队正在小镇搜寻幸存者 他们不管幸存者有没有感染病毒 都会隔杀勿论 并对尸体进行焚烧 看着自己的家人惨遭不测 激动的斯蒂芬立即冲出去制止 结果却送了人头 待军队离开后 大卫等人只好继续徒步赶往家中 当大家来到了目的地进行准备时 朱棣却在家中遭到了袭击 而袭击者正是最悍的妻子还有儿子 此时的他们也已经感染病毒变得疯狂 大卫发现古怪后上楼查看 随之也遭到了两人的袭击 幸好窗外的拉塞尔及时出手 最后帮助大卫成功反杀 惊魂未定的一行人 随即驾车准备从小路离开 当汽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时 一架军方直升机突然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大卫等人只好决定躲进附近的洗车行 结果却在这里遇到了被感染的人们 这群疯人利用洗车设备 对大卫等人进行疯狂袭击 而贝卡也不幸落入圈套 最终活活被吊死 当大卫和拉塞尔竭尽全力消灭疯人时 他们的逃生工具小汽车 竟然被直升机直接炸毁 无奈的三人只好强忍悲伤 开始徒步行走在道路上 这时一辆警车突然驶来 大卫和拉塞尔随即拦下了他 并从车中的FBI探员口中得知 那架坠落在河中的直升机 搭载着恐怖的病毒 这些病毒正是让人发狂的罪魁祸首 而此时的军方已经决定全面清除小镇 正当大卫决定跟探寻员寻求帮助时 一旁的拉塞尔突然开枪杀害了探员 这让大卫感到十分吃惊 原来此时的拉塞尔已经感染了病毒 性格也开始变得狂躁 好在两人的情意深厚 拉塞尔最终克制了病毒的扩散 一行人继续前进 结果道路前方的检查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知道自己即将发狂的拉塞尔 决定用生命来为大卫和朱蒂创造深路 这一次我们也终于明白 原来拉塞尔和大卫才是真爱 就这样拉塞尔用死成功掩护了大卫和朱蒂 夫妻两人随后来到了一家超市 并在这里发现了一辆卡车 两人决定立即驾车逃离 结果却遇到了已经变异的卡车司机 大卫与他进行了激烈的缠斗 成功脱险的大卫和朱蒂驾驶着卡车离开 就在他们离开小镇的那一刻 军方投下的核弹随即爆炸 幸运的是 即使是卡车被震翻 大卫和朱蒂也并无大碍 成功幸存的两人 也携手向着另一座城市进发 也相信他们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此片是七三版杀出狂人阵的翻拍作品 作为一部恐怖惊悚类影片 堪称奇迹的剧情 似乎比惊悚血腥的画面 让人感到更加深刻 这个惊险的求生故事 也向我们印证了一些道理 首先生存是创造奇迹的重要前提 还有就是高手在民间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说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